他们跟其他的艺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被你 在网路上看到的 第一时间那个相中然后捧红的吗 对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啦 就是整个工作 你今天带他们出来会不会很担心 因为他们在节目里讲话常常口无之难 因为其实为了要来上康熙 其实是我第一次来 那我其实刚开始是拒绝 因为我很不太喜欢跟他们上节目 对 因为你被他们陷害过蛮多次的吧 你帮他们擦过几次屁股 很多 你是说实际差不平吗 对 我是说真的 不是 好 那感觉 你都太好了 你都太好了 感觉好 而且还要那个跟那个NCC写那个申请函 然后自己要打字很好 道歉啊什么的就 好 安迪今天带来一个什么团体 我们欢迎他出场 欢迎 好 来来来 Circus 很好 欢迎 是你们自己要求要跟安迪一起来的吗 没有好不好是他自己想要哄好不好 他求你们吗 说带他来上前面吗 因为他求我们啊 我们是他亲戚人 因为他本来 如果他不会说话是他 比较欺语 因为我记得安迪的个性是以低调出名啊 你今天为什么要上康熙 他以低调啊 棒棒糖黑社会的那个评审 他很爱上电视是不是 爱上 可是他不喜欢别人聊他的私事是不是 他喜欢啊 我没有 真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你们聊他的感情生活 当然可以啊 真的啊 我都知道 因为安迪结婚了耶 等一下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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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 你这个话我不懂 你什么意思 因为我 安迪结婚让你很惊讶吗 你难道不会觉得很惊讶吗 很多人都惊讶 跟 他是跟一个 不是因为 因为我对他也不熟悉 可是他的外型就很像那种 你知道比较妖型的男孩 漂亮的男生 你们是 请问Circus是为谁最勇敢 他在等我们了 对啊 我刚才一张耶 这样好了 我自己讲好了啦 对对 我结婚那天呢 其实 因为很多艺人好朋友嘛 然后在那个 因为也是黑人 跟陆嘉宜主持 然后VCR其实我吓得到 因为 第一个出来是潘伟格 然后 然后我所有的家长 全部的人都在 然后他就在VCR里面讲 因为他后来有来 因为他在拍戏 然后他就说 我真的不敢相信 Andy结婚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就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然后 我的所有的 你知道女方家长 年纪都很大了 全部人都是这样 傻眼 傻眼的在看这个 你说女方家长之前 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吗 没有 女方家长 因为我们 我跟我的太太 已经认识22年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两周年 恭喜 Circus Circus Circus在经纪人Andy的眼中 比起棒棒堂的地位来 哪一个在他 一刀爆低 是谁比较得宠 他们 棒棒堂 棒棒堂里面的谁 这是谁啊 Evy哥也要自己说 王子 王子 对 真的是王子吗 就大家都会认为我比较传 因为我们签他的时候 他才16岁 很多问号啊 刚开始做黑社会的时候 也有人谣传 因为我们第一个签的是大雅 然后就有谣传 我跟大雅怎么样 大雅 你跟大雅我没有欢迎 很多人啦 很多人 甚至记者也有问我 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吗 你已经问了 艾斯姐 没有清楚啊 我没有准备这一题 真的假的 另外一题我们不知道 也没有 Circus这四个男生 对你来讲 有任何可喜之处吗 我刚刚前面有讲 就是他们跟别人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独立 然后很有想法 那但我们常吵架 那他们是好看吗 好看 你说表演还是脚色 我们好好在现场 因为Andy可能会说出一些 你们没有料到 他觉得你们长得很好看的地方 对 你觉得我们好看吗 安迪哥 老板 好看但是 没有谁比较丑 你要 他们有 他们好看 但是不是帅 因为每一个团体 那你干嘛学院 每一个团体不一样的功能 他们好看 应该是他们的魅力吧 不是说五官的好看 对 他们的魅力 还有他们的这个梦想 他们很多很好的东西 所以你